你知道吗,马尔泰若曦的清朝原型马士还要凄惨千倍万倍,去世后无人问津,尸体被长期停在冷空,七年后才得以下葬飞灵。 原以为马尔泰若曦的结局已经够惨了,殊不知她的原型人物更惨。 真正的马尔泰若曦都经历了什么呢? 今天穆鱼娟带大家走进清朝,看看后宫女子的真实写照。 步步惊心中的马尔泰若曦出身还算不错。 但她进宫后做的还是端茶地水的宫女,而且自她进宫后就被皇宫困住了。 后来她爱上了斯阿克,也就是后面的雍正皇帝。 虽然两人相爱,但马尔泰若曦始终没能成为雍正的妃,逐渐消沉的她选择了离开皇宫。 斯萨克帮她逃离皇宫,出宫后的马尔泰若曦一并不起,最后死在了宫外。 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没见到那个心爱的男人。 剧版马尔泰若曦的结局让人久久难以平复。 剧中的马尔泰若曦固然凄惨,但幸运的是她失去很多东西后,身边仍然有保护她的人。 雍正也一直爱着她,只是不能圆满地在一起。 而马尔泰若曦的原型,她的结局比剧中的马尔泰若曦惨上千万倍。 她没有得到偏爱,也不受重视,此后无人问津,尸体被停在冷宫七年。 雍正驾崩后,乾隆继位几年后才发现她的尸体,才命人下葬。 此后也不得安宁,此前没有存在感,此后没人知道。 可见,这个女子身份地位不高。 事实还真就是这样,马尔泰若曦的原型姓马,具体叫什么名字,青史上没有记载。 马氏是雍正的妃子不错,但她出生低微,最高也只得到个常在的位分。 虽然雍正的嫔妃不多,但马常在也没得到多少宠爱, 而且她也没为雍正生下一儿半女,最后只能被遗忘,成了可有可无的人。 马常在的出身有多差呢? 她是褒衣出身,褒衣就是伺候皇室的奴才, 他们一辈子为皇室服务,子女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。 所以,马常在很小就进宫做宫女了, 虽然身份低微,但只要运气好,是有机会飞上枝头做凤凰的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马氏在服侍雍正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茶杯, 本来他是要被处死的,但马氏抬头祈求皇上饶命时美貌打动了雍正, 他免除了马氏的罪责,还封他做了答应。 虽然位分低,但也成了被人服侍的主子,不用过端茶送水的日子。 因为马氏是汉军籍,雍正给不了他更高的位分, 马氏也不敢奢求太多,毕竟呢,自己没有拿得出手的身份, 位分高了还会成为后宫的笑柄, 被其他妃子针对,这样麻烦更多还不如做个答应。 马氏一开始是得宠的,为何结局会如此凄惨? 一年的时间,他就生为了常宰,有了更好的待遇, 马氏本以为可以凭借雍正宠爱自己的时候使劲往上爬。 很不巧的是,马氏晋升常宰那一年,雍正最爱的年妃病逝了, 他难过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,根本想不起马氏。 雍正的其他妃子呢,大多是从前底上来的,也都不年轻了。 看见年轻漂亮的马氏得宠,他们也有了危机感,开始针对他。 年妃的去世,再加上其他妃子的针对,马氏在后宫过得很憋屈。 雍正虽然很喜欢他,但他功务繁忙,忙起来就把马氏忘了。 久而久之内,雍正就想不起马氏了,他便一直在常在的位分上,没有过谨慎。 其他嫔妃看他没了威胁,便也不针对他了,日子倒是清静了。 但太过清静了,除了服侍马氏的几个奴才,就没人记得他了。 就这样,一直到了公元1730年,雍正遇到件大事,他最信任的弟弟印祥病逝了。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,印祥的死还没让雍正缓过来。 第二年,雍正的皇后又驾崩了,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雍正病倒了。 此前他操劳于政务,经常不眠不休,身体早就垮了,这次生病呢,雍正病了好长的时间。 他生病期间,能在身边照顾的都是位分高的嫔妃,马氏这样的常在根本没机会接近。 马长在许久不见皇上一面,后来雍正就彻底将他忘了。 身处后宫就是这样,得宠是一时的,皇上的爱过期不后,像马氏这样的妃子很多, 风光一段时间,只要没了皇上的宠爱,就什么都没了,先前的待遇也会大打折扣。 因为宫女太监都是看眼色办事的,你不得宠还会被欺负。 就像甄嬛中早期的甄嬛,他不得宠,内务府不是少这个就是少那个。 再看容宠一时的沈梅庄,什么好的底下人都想着他。 好在,甄嬛有梅姐姐这个好姐妹护着,才不至于被人欺负下去,但马氏就没这么好运了。 他没有好姐妹,也没有家世背景,后宫中只有他自己,被人欺负只有受着。 他失宠后呢,又会有人得宠。 雍正恢复后,又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子,谁又会成为幸运的下一个呢? 这人就是六阿哥红瞻的生母,雍正封其为千妃。 一开始得宠的时候,雍正也封他为大应,但是千妃的运气比马是好。 他得宠不久后就有了身孕,为雍正生下了皇子,这让缺少子嗣的雍正很高兴,于是坐上了千妃的位置。 这晋升速度简直令人震惊。 在雍正驾崩后,千妃还被尊为了皇考千妃,凭借着儿子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。 马氏被遗忘,也没有儿女依靠,他就没有一点幸运的地方嘛。 他有一个方面占据了优势,那就是身体好,命长。 雍正死了,他还活着,直到乾隆三十三年,马氏才病逝,这寿命献煞旁人。 马氏死后呢,按照清朝的规矩,他的尸体应该进入雍正皇帝的飞灵,但结局却是,他因为不受重视,身后是没人理会。 一个太监将马氏的尸体停放在他的寝宫中,这一放就是七年,一直到乾隆四十年。 有人想利用这个宫殿,才想起马氏这个人。 打扫的人进去发现,一个落满灰尘的棺材,里面的尸体已经成干尸了,他们赶快禀报了乾隆皇帝。 得知这件事的乾隆非常的生气,他觉得,此事有失皇家颜面,马氏虽是常在,但他也是先皇的妃子之一。 按照清朝的规矩,他应该入飞灵,这样的基本待遇也会被苛扣,让乾隆勃然大怒。 他先命人将马氏的尸体下葬入零,然后呢,查到当时的管氏太监,并狠狠地处置了。 七年后,马氏才入土为安,不受宠,位分低,却被这样对待,实在是太惨了。 都说活得久就是赢家,但在马氏这里似乎不是。 他的寿命倒是长,但活得轻苦,此后还遇到了一个狗奴才,让他死后久久不得安宁。 如果让马氏再选一次,他应该还是会选择成为皇上的妃子。 毕竟,这让他的身份发生了质的飞跃,但如果让他提前知道自己的结局,他未必会选择成为雍正的嫔妃。 宫女到了一定的年纪,好歹能出宫嫁人,不至于困死宫中。 后宫中和马氏相似经历的女子很多,乾隆皇帝的于妃就是利子之一,他要比马氏幸运一些,为皇上生下过一个皇子,但后来儿子死了,于妃也失去了宠爱。 他在后宫不争不抢,也还是要被人欺负,但他咬牙坚持活着,成为乾隆嫔妃中长寿的妃子之一。 虽然争气地活到了最后,但日子漫长轻苦,只有他自己知道,于妃比马氏好的是,他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。 而马氏的一生太不值了,得到短暂的宠爱却换来长久的苦难。 这样看,马尔泰若西似乎比他幸运很多,至少雍正心中一直都是爱他的,只是命短了点。 他去世的时候,身边有在乎的人守着他,有人为他安排后世,还是挺幸运的。 反过来看呢,活那么长也没什么用,还不是结局凄惨。 马氏就像被皇宫遗弃的人,虽然是雍正的妃子,也没人记得他。